Hello大家好,我是美食在家 我名字叫Sally 今天来做个好吃的韭菜煎饼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300克中筋面粉 加入2克盐,加入盐增加筋性 加入240克温水 边倒边搅拌 整理成团就可以,不用揉面 保鲜膜封好饧面30分钟 一把韭菜切碎 切好放入大碗中 加入10克油 加入油可将韭菜水分锁住 加入8克盐和1茶匙生抽 1茶匙麻油和少许胡椒粉 拌匀 3只鸡蛋 加入5克盐 加入5克盐 热锅放油 放入鸡蛋液 小火慢煎 搅拌匀 搅拌成蛋花粗粒状 将蛋花倒入韭菜里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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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馅料就做好了 面团以饧面30分钟 变得非常擦软嫩滑 取出 放入硅胶垫上 不用揉面 直接整理成掌形 切成8份 将面团往内翻 整理成圆形 然后用手将面团压开薄的 放入馅料 像包包子一样 收口 压开 将里面馅料压均匀 做好热锅放油 放入胚饼 盖上盖子焖一分钟 一分钟后翻面 再盖上盖子焖一分钟 小火慢煎 来回多翻两次面 前置两面金黄上锅 再酥里嫩韭菜饼就做好了 简单又美味 听听这声音就知道 有多酥脆了 喜欢吃的朋友就试试做吧 更多原创性评 关注美食在家 美食天天更新 记得订阅 点赞留言哦